今次影片我有PLUS贊助播出 在一个平行宇宙的另一个平行宇宙 有一群勇者正在这个异世界闯荡 其中一位勇士走到一半肚子突然饿起来 你刚刚不是才吃过 怎么肚子又饿了 劲粉消化不就快嘛 于是勇士妈妈举起了她的圣物 料理捡到了 捡了很多根筋瓜果类 还有一些来路不明的草药 勇士长子暂时填饱了肚子 带了绕赛了 勇士们发现隔壁正在拜 每隔七天就有的文具展 平行剪刀勇士非常兴奋 他收集了活动一张 还买了很多同样图案 但不同宽度的纸胶带 用他的圣物在本质上 剪剪贴贴贴贴贴写写 勇士们在文具展上花了非常多钱 艺术家们赚大钱非常高兴 他们可以再把钱拿去买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啦 回到冒险路上 勇士妈妈发现了太金属勇士的衣服吊牌没拆 妈妈想用扯的 但吊牌塑胶绳非常坚固扯不断 还在手上留下的勒痕 太金属捡到勇士递出了他的圣物 吊牌轻松就剪掉了 哎呦这件衣服要499 学家衣服都这种价钱好不好 这种料子的菜市场100元就有了啦 快就30岁了不要再帮他买衣服啦 再度回到冒险路上 勇士们发现有个女孩在路边哭泣 原来女孩是学艺服长 学校最近在办教师物质比赛 但是同学都白了不帮忙 我剪刀手好痛 而且剪刀上都是残疆 我已经剪不到了 这时30度不沾胶剪刀勇士 站出来说要帮他布剪 咔嚓咔嚓 勇士剪出了多种布告蓝元素 这个月是交通安全月 这个风格运导主任一定会喜欢的 谢谢你30度不沾胶剪刀勇士 哎呦 还挺伐的啊 牛呀 前方出现了巨大木乃鱼 鱼之小魔物 你们帮助太多人了 破坏了这个世界的和平 发了不高兴 笔记剪刀有些 你非要去看他的绷带头在哪里 不行 找不到 这就和找到交代头一样困难 你们这些孩子 妈妈 我是怎么教你们的 找不到开头 我們就創造自己的開頭 四位勇士齊心合力 將封袋全部解開 封袋底下露出乾別的乾石 你本來比較瘦耶 謝謝 一天就平安的過去了 感謝剪刀四勇士 來自日版的PLUS 推出了一系列的超實用剪刀 讓台灣人的持績 剪刀可以做成這樣喔 三神的弧線剪刀 弧線刀刃設計 讓刀刃的開合角度 保持在最銳利的三十度 三倍神力 表面鐵弧龍處理 不斬黏膠不以生鏽 多種材質都好剪 剪杏封剪包裹 剪寶特瓶 連軟軟的布料都能輕鬆剪開 你不要的衣服 可以剪著多塊抹布繼續利用 第八媽媽表示喜悅 料理剪刀 弧線設計 刀刃永遠維持在最銳利的三十度 加厚俱持 刀刃永如猛獸抓住獵物 食材不會跑掉 全程料理 只要這隻不喜歡洗碗的必備 此外剪刀可拆解 肥喜不會卡髒髒 超級棒 攜帶式筆心剪刀 修成的造型可收納於鉛筆盒或口袋 按手機可操作 刀面的透明浮素塗層 防止黏膠沾黏 洗完資料剪東西的文青必備 鈦金屬三十度弧線剪刀 表面圖有高硬度鈦金屬塗 不沾黏不易髒污不易生鏽 耐用五十萬回 剪厚紙板剪塑膠可 好剪耐用可當作傳家寶 這可是你阿嬤留下來的 你還有十五萬次可以用 謝謝父親 即日起各大文具通路 購買PLUS指定款式三十度弧線 剪刀就送痘痘貼魔斗雙面膠帶 謝謝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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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領